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有解围还没解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最后的一个解围 一脚往里给 大门 这一脚船还真就找着费莱尼 这个点就费莱尼 后边站着还真就找着他 兵力不多 前场形成了进攻人数的对等 往里边一给 保利尼奥这次还是要看传中的 王大雷一点 韦诗豪再打 球进了 球进了韦诗豪还是取得了进球 比分打成了1比0 然后是错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看这次保利尼奥 选过来找前点 这个球呢王大雷直接选择了出击 这下出击之后啊 把球没有拍太远 那么后边隐患就比较大了 韦诗豪 第二下是一捅 他先是抢下了郝君敏这边这个对点 这一下 抛过来 随后再往前一捅 先看鲁能这定位球 郝君敏给进来 二点一脚射门 哎呦好悬呐 张迟 直接做传中球投球的攻门 这一下有了投球打门 这边能不能船中点到他 收着船的 冒掉之后一片混乱给一脚 小角度的射门 球进了 一脚把球射进去了 哎 比分打成了1比1张迟 张迟破门 鲁能的客场进球 一脚凌空直接打进 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啊 张迟自个儿瞪大了眼都 逮到了机会 这脚传过来 佩林没顶 这个佩莱没顶着 佩莱尼拿下 转身一给 张迟直接一抽 这个位置给到了一个空档 这一脚抽的质量非常高 打进了球门的那边网 质量很高很高 这一脚 抽抽抽到的 这完全是抽到 压的也很好 吃准的部位 都能有那么一连 一连串的连续性的进攻机会 中路的配合 保利尼奥个人能力往里边走 保利尼奥打门 王大雷 还是在进脚把球封住 这个球最后呢 又弹到了保利尼奥的脚下 突然在一脚 吉尔卡到了点上 往前 方方上场 这边啊 再分 杨丽鱼的传前点 哎呀 球进了 这个球直接进了 杨丽鱼 杨丽鱼一场都消失 学人起事 找找杨丽鱼 杨丽鱼突然找到了 看一下回放啊 这个球怎么回事 分过来 杨丽鱼 啊 这个球有点变现 打在正正的腿上折射 王大雷扑的有点措手不及 王大雷这个位置呢 在防中间 这个球变现之后直窜进脚 然后王大雷赶紧位移去挡这个进脚位置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啊 来不及了 又是一个传中球 投球一点 二点 三点 点路 进到 假动作 加速 再传中 第一点 再次把球点出来 裁判这个时候名哨的啊 裁判的这个哨啊 也算是终结了最终鲁能的进攻 鲁能在最后时刻在疯狂的逼宫之中